害政府人事的酬庸 真的太誇張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 面對民進黨政治酬庸問題 層出不窮 10月1號立委曾明宗 率先在立院開第一槍 這些有問題的也不給我資料 這個人是誰你知道嗎 蘇院長 你曉不曉得這個人是誰 這個我不認識 他稱蘇院長舅舅 他稱蘇院長舅舅 不是你 是另外一個蘇院長 稱蘇院長舅舅 曾明宗點名三位 跟綠營關係親近的 國營單位高層 包括台翔航太及 亞洲航空董事長 兼總經理盧天玲 中鋼孫公司 保固實業董事長邱明章 也是民進黨立委邱易營的弟弟 還有唐榮鐵工廠 總經理張仲潔 也是立法院長蘇嘉全的外申 技術員連跳9級 成為國營事業的總經理 決心破400萬 不只立委孔文集 看不下去 在質詢中公開質疑唐榮 份刊更獨家 接獲如董爆料 只現年59歲 屏東大人 科技大學一業的張仲潔 貪得無厭 不僅將唐榮員工制服 交由老婆在屏東 開設的小丑魚服飾承包 員工旅遊 也由兒子張凱君 所經營的劇群旅行社承辦 土地自家人 擺明無視政府 採購法 沒有這個什麼對煉鋼 野煉 技術 銷售 他完全都不懂 他連決策管理也不知道 對於這個公司的治理呢 完全一塌糊塗 最糟糕的是 他當總經理之後呢 不節身之愛 而張仲潔還跟剛才 二次加工業的 紅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都讓戴國欽一同出遊 可見兩人關係非比尋常 約張仲潔低價出售不鏽鋼給戴國欽 讓紅雲賺取價差後 再抽取50至100萬元不等的回扣 吃相難看 恐怕已回損 故障利益 涉及背信 面對外界質疑聲浪 唐榮集合室跟經濟部政風處已展開調查 要看張仲潔是否如爆料者所說 違法亂機